要控制身材 我只能告诉你 必须要有饮食控制搭配运动 有研究指出啊 如果说你只有运动 没有饮食控制的话 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体重减轻的效果 那比防弹咖啡更防弹 不论是早餐饭后 或者是中餐晚餐 或者是运动前喝燃烧咖啡 都有助于提升你的新陈代谢去做燃烧 那燃烧咖啡好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第一个它用的是MCTOU 中链脂糖酸比起一般的长链脂糖酸 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 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它里面有那个江西分的成分 它是有透过日本专利技术 去发酵的江西分 比一般的萃取物多了57倍的燃烧因子 里面还要写到呢 它是机能性咖啡 可以调整体质 调节生理机能 促进新陈代谢 使精神旺盛呢 促进排便顺畅 喝下去非常的顺口好入口 虽然它说里面有江西分 可是喝起来是完全没有江的味道的 建议你一天像这样子 大概一到两包就好 建议大家适量即可哦 那生理期的话 基本上还是可以喝咖啡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